那办公室一个人没有 你进去干嘛 我真的是有记忆事 你现在拦着我每一分钟 对国家那都是极大的浪费 对民族这是犯罪 老同志 你将来是要后悔的 你将来非惭愧不行 我后悔 那你要进去了办公室 一人没有丢了东西 我就更后悔 你怎么说话呢 你这是拿我当贼啊 我 图纪无我堂堂的罚名夹啊 我随便拿一箱转礼 那都是上亿的收入啊 这是我会瞧得上你 你无面好人呢 你这是 我 走 咱们上派出所拼力去来 到哪 派出所 去不去 不去 你这叫调虎驴山 好嘛 我前脚走 你后脚贼就进去了 你还是拿我当贼啊 差不多 走 派出所去 不去 走呗 我不能去 派出所去 我不能去 你敢去呗 你怎么不敢去呢 你这先生怎么欺负老人呢 怎么是我欺负他呢 明明是他欺负我了呀 我去顾一下你来的正好 赶 赶紧把他带走吧 走 那我带他去派出所 去派出所干嘛 上会议室 他说有业务找你们联系 我姓图 图吉伍武 也是个业余著名发明家 有三十多项发明成果 获得国家专利了 最近又有一项重大发明 向火速请你们衷心 来 请坐 哎 成 您坐 向火速请你们衷心 帮我联系几个警醒厂家 时间非常尽量 现在每拖延一分钟 那都是对国家 对民族重大犯罪 这么严重啊 嗯 那您能不能稍微透露一下 您的这项发明内容 当然成的 可话说来成的 小姐知道呗 那么中国人的体制 比起洋人的普遍水平 更是要绕一些 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说来 这是膳食结构出来问题 那么是吃草的 洋人是吃肉的 其实肥也 洋人 他也吃粮食 也吃菜 那么也吃肉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 这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大幅度提高了 那么吃的肉 不比他洋人少 可为什么 这体制他就是上路去年 是不是还有遗传的因素 No 或者需要更长的时间 No 俗话说一口吃不成一个胖子 要改善一个民族的体制 起码需要几代人 肥也 据我研究 主要是残剧上出的问题了 人家洋人用的什么 用的是刀 茶烧味 每吃完一道菜 就用烧味把这菜糖喝干净 那么用的是筷子 每吃完一道菜 这菜糖就变成干水喂竹了 竹飞了人瘦了 这菜里的营养 百分之二十 是在糖里 同样吃一道菜 咱就比人家少吸收百分之二十的养分 你想想这辈子吃下来 咱们的体制就是比人家的要绕 有道理 那您的意思 我们以后是不是应当提倡用勺吃饭 光提倡又剩不用 用筷子 那是前百年来的习惯事理 那是前百万人的习惯事理 那是腿可怕的 腿难盖的 那可怎么办 因事利盗 所以我发明了一种 形形而立残剧 一种革新以后的筷子 那可真是我国残剧事上的一次位大的革命 要是能够迅速在全国普遍推广 不客气的说 那就等于在全国的农服产品上普遍增产百分之二十 那简直太了不起了 那您具体说说您发明的这种新型筷子是什么样的 撑 帮你白光锤了 这是我做的几个样品 您自己看吧 空心的 空心筷子 对 也能叫洗管筷子 哎 又能当筷子 又能当洗管 吃完了菜 把泡里的赶水 不是 糖糖 这么 这么一吸 百分之百的营养都吸到肚里起来 一点都不糟的 可以为大了吧 好 谢谢啊 胡大爷 早啊 哎 月总您来了 对了 这两天那养林蛙的没再来找的了吧 哎 差不多了 哎 有时候还有人来 来了呢 我这给打回去了 哦 你看 都亏了我了 哈哈 您收嘞 您收嘞 其实这不愿别人 都赖我大爷 你知道吗 赶紧这么着吧 我让他啊 请您好好吃一顿 哎 哎 您这话可说了算数啊 那当然算数 别玩 别玩去的啊 哎 您要真友情 您请我 现在就找个人替我吃吧 好的 我给你打你出去 那好好吃一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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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回你大爷请客啊 让人家给打包拿回来的 哦 那那那那菜都凉了 那吃的 这都不得味了 哈哈 行行行 没问题 没问题 哦 对了 哎 胡大爷 哎 一会儿两拨啊 客户找我签合同 哎 一拨就是那个 果蔬脆片机 那个赵厂长 哎 您带到我办公室去 哎 啊 一拨就买这机器的几个客户 哎 您给我安排在会客室 好 两拨客人千万别让他们碰了面 一碰面咱们就瞎菜了 明白了吗 明白 他们一碰面就把您给甩了吗 哎 哎 叶总 您刚才说那个 叫什么机器来着 果蔬脆片机 就是咱们那个 那个用那个水果跟蔬菜做的那个脆片的机器 是吧 平常那土豆片 苹果片吃过吗 哎 哦 对了 我知道您牙口不好 你也吃不了那个 啊 您忙打听了 小刚他没来 哎 小刚没来 小许来了 啊 正好碰到客户 在会室那谈业务了 啊 你说这年轻人 他进 刚来两天都会谈业务了 市场需求我都盘森过呀 海外市场先放一边 就说这国内最少十一人用筷子呗 嗯 每人每年就算他用一双筷子 那就是十一双啊 每双筷子咱也拜多赚 就赚一块钱 那就是十个亿啊 再说了 这是空心筷子 容易坏不是啊 他容易折 容易断 每年最少我盘森还不得用两双啊 两双筷子那就是二十个亿啊 多大的市场啊 多大的力啊 所以我认为 所以我认为 这位先生您是该顺务的 这是我们岳总 您不用管他 您接着说 那我接着说的 所以我认为 在我所有的发明当中 还奏鼠这个空心筷子 那是最伟大的发明 而且是最有实用价值 也是最能带来高额利润的 所以我希望你们能赶快 以最快的速度找些厂家来 十个八个的 也不先多 赶快上马 赶快挣钱 挣了钱大家分配 利润分配呢 我还没想好 我琢磨的 说个数 提供您参讨 您说 我这转力奏战百分之二十 就行来 总盘二十个亿啊 我都拿个四个五个亿 都得了 都得了 我先插您去啊 您说 就是您的这个 依次性的空心筷子 您生产的时候呢 您考没考虑 它这个成本上 谁说是依次性的呢 谁说呢 依次性的那是制作的 习管 谢了 那根本夹不起东西 要想夹起东西 最少得用木头 中间还得搭烟 那省产成本 那是非常搞定 几毛钱一双啊 用完一次性儿 揍人来 那不推科西料 可是它不扔怎么办呢 这它不好清洗啊 您瞅瞅 这里边就这么细的眼 这怎么捅它捅不进去 它怎么洗洗不干净啊 可呗 这要是用了几回 那里边还不得涨了煤啊 这一脸 可不揍是吗 还真没想到 这一脸 找根细铁丝 再甩上点什么棉花团啊 什么像那个大气筒 这不就洗干净了呗 配套销售 再一脸 配套销售又挣一份钱呢 粗别粗别 您想想啊 您说这家里要是有几口人吃饭 它是不是都用十来只筷子呀 哦呗 可你洗的时候呢 它得一只一只的往里头捅啊 哦呗 它不仅捅得干净 哦 我考虑啊 您发明这空心筷子呀 是不是就为了喝汤方便呀 那对 都是呗 要这么真的 我给您出个主意 那您说呗 您要是一双筷子 再配上一把汤勺 那是不是用起来就更方便了 都是 可不都是吗 都是用旁边了呗 哎不对呀 那不对了 那还要我这发明干什么呀 那 那 您的发明就